第二点,怎样在网页的标头里面出现关键字 网页的标头就是大家看一下原始码 第二招,网页的标题就是head里面出现的关键字 这边我们要看一下这几个原始码 html这是每一个网页我们按右键就可以看到网页的原始码 head这是网页的第一行title mail server-paramail功能列表 这个title就是网站的title,网站的head里面都会有这个title 它会列在网页的第一笔,我们看一下这里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网站,我们看这个网站的按右键 然后检视网页的原始码 这边就有一个title,这里就有一个title 这个title里面的文字,mail server-info box-paramail 印理迁入室邮件伺服器 那这一段title会显示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这个地方,最上面这个地方 有没有,最上面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title就会显示在网页的最上方 再来就是metaname等于description description这个东西就是网页的描述 例如说mail server 是深瑞科技公司研发...等等 这个描述是给人看的 也就是一般人在看到网页的描述的时候 就可以了解你这家公司主要做什么东西 做什么产品,提供什么服务等等 那底下还有一个metaname等于keywords content等于mail server 这个keyword跟上面的description描述是不一样的 这个keyword必须用逗号分开 比如说mail server 半型的逗号,不是全型 半型的逗号隔开 那再加上其他关键字 建议不要超过10个关键字 那每一个关键字都用逗号隔开 那上面的这个description 这个描述其实是写给人看的 所以它适合是一段句子 具体的描述你公司提供的服务或销售的产品 那keyword就适合关键字 也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用半型的逗号隔开 这是在网页优化的一个基本技巧 容易让搜寻情判断你这个网页提供哪些内文 那上面的title 这边有解释,title是网页的标题 这里一定要出现您的关键字 像上面的这个description是网页的说明 刚刚有讲过了,keyword就是网页的关键字的宣告 这边一定要出现您的关键字 用半型逗号隔开,这个一定要切记 那这三个项目还有一个奥秘的可能性 就是做字串的比对 我们要知道在这句子一开头就要比对正确 那通常会有高相关性 比如说在title里面 我们有mail server这个关键字 在meta name的description里面 我们也有提到mail server 那在关键字里面呢 我们也有提到mail server 这三段文字里面 如果我们都提到某一个关键字的话 那搜寻情会把这个关键字 视为你这个网页最主要的关键 再来看到我们刚刚示范的就是这一页 一般在网页的按下右键滑鼠右键呢 就可以按检视原始码 它就可以看到你的网页原始码 那网页的原始码长得就像这样子 刚刚我们有看过 那这边有介绍到 网页的description就是网页的说明 当您打上适当长度的文字 将有可能被Google或Yahoo采用 采用为网站搜寻结果的搜寻文字 所以这几行字是吸引网友 点阅你的网站非常重要的广告文字 所以这个description不要乱写 description一定要详细写清楚 你这一页主要在说明什么 什么产品内容 什么服务项目 甚至可以打上你的公司地址 还有服务的电话 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一页 这一个箭头指示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这个网站description描述的地方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人家搜寻mail server 然后找到了我这个网页 首先出现了这一段文字 powermail硬体邮件伺服器mail server 提供安全稳定的迁入式邮件伺服器 这一段文字就是刚刚的description所描写的文字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上一页 就是这边 description 然后content等于powermail硬体邮件伺服器mail server 有没有这一段这一段就会秀出我们搜寻的结果里面的文字这一段 所以description我们不能乱写 因为这是网友搜寻到 访客搜寻到你的网站的时候 他首先出现的文字 比如说这个月梦的床垫 他的meta name keyword 像他这样床 半型的逗号隔开 床垫 逗号隔开 床垫推荐等等 description 他就是用床垫推荐- 台湾新创品牌床垫 创新式以人为本的服务 这是一段句子 在描述他的商品 那我们现在讲到搜寻情优化的第三招